这一起举国关注的严重意外三天前发生在槟城威省一带的南北大道路段 一名少女逆向行事造成6人死伤 警方随后介入调查证实19岁女司机恩·佩温 在2017年3月14号扶持冰毒后开车上路 进而抵触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第15之1之A条文 当事人今早在大山脚法庭面控 被告在庭上否认有罪 推示朝马利亚本来建议以8000令吉作为保释金 不过当事人求情表明自己没有工作 家庭收入也不高 因此要求减少保释金数额 推示最终批准对方以5000令吉保释外出 每个星期都必须到毒品罪案调查组和福利局报道 另一方面主控官以案件广受关注 同时被告触犯1987年路路交通法令为由 要求推示暂时扣押被告的驾驶执照 不过推示以两个案件没有关联为由 拨回这项要求 案件则定在5月12号过堂 一旦罪成 被告可被罚款不超过5000令吉 或监禁不超过两年 至于被告触犯交通法令的调查报告已经完成 将在获得复检察司的指示后提供